中国画 它还是慢慢地去养 虽然这么小小一张画 有的时候是孕养的时间 是比较长的 这是一百张古诗艺画 也是我十几年的 一个创作的过程 《唐诗三百首》 这是整个唐诗三百首 对 poet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ancient society writing beautiful poems could win the poet's nationwide fame crazy about traditional Chinese literature Wang Mingming has been depicting scenes from a hundred widely known Chinese ancient poems with its brushstrokes in the past 13 years 这个呢画的是 王熙之的《蓝听诗》 这在这里边可能是最复杂的一张 我想这这么小的画面 画出一个大场面来 也是一种挑战 他们在取水流伤之中 饮酒作画 从上面放下来的酒杯 留在谁那儿 那就谁就可以做一首诗 那我就去看每一个人的不同的表情 不同的动态 这个人物的神态是您的一个想象吗 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想象 同时呢 我也研究了很多历代的经典的表现 比木上这边是石嘛 慢慢的虚 后边呢我就不用画颜色了 因为它就跳出来了 聚焦在这个地方 聚焦在这个地方 我也把王熙之挪在这个 比较空白的地方 是吧 和两只鹅 这种有点情趣的东西 我留意到这次好多的画 都有很多的留白和虚的一些手法 对 中国绘画的特点呢 就是留白 我们现在是受西方的引领 是在造型 是在画实 可是古人的高明术是虚 需要空白 需要淡墨 淡墨更多 我从来没有底稿 因为我认为 你画第一遍的时候 应该是感觉最好的时候 我不画草稿 就画很小的一个构图 把它的这个空白啊 起成转合啊 处理的已经心有成竹的 说的句话 都是用清代的纸墨来画 为什么是清代的纸墨 因为它的纸的性特别好 这是清代的纸的一个特点 对 而且非常细腻 有的时候你摸起来 好像很粗糙 实际上它纸的纤维密度非常大 哪怕现在都做不到这样的工艺吗 做不到 一般现在咱们这个宣纸 根本写不了我那么小的字 Ancient Chinese poets usually express their moods by describing scenery For Wang Mingming he has his own understanding of them 这是您印象里的李清照吗 对 李清照在欣赏这个菊花啊 我看他就是跟我想的李清照不一样 我觉得他应该更瘦 在这里边嘛 我并没有说去刻画它瘦成什么程度 中国画是它的整体的气氛 要营造出来 我主要是把它的一种秋意和这个气氛画进去 这个画的苏东坡赤壁怀骨 同样人物并没有画得特别的细 对 动态和情绪到了就可以 好像您的人物的创作里面 中景和远景用的比较多 对 这样能在小尺幅里 能画出一种大的气魄来 王开始学习中文字幕 在五岁的年纪 并立即变成了民主党资议 资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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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当时是一年纪 当时是一年纪 他当时是一年纪 我当时是16岁 在北京的儿童园医院 在六一儿童节 我当时是小朋友 在台上表演 说到他的年纪 70岁的老幻孟 还会刻意记住 你看 那个是捏面人的 捏面人的 哇 一个场面 这个叫露天电影 当时看电影 都在露天嘛 你看这个都是不同的场景 我爸爸也带我特别注重让我去看 很多社会上发生的事情 我都画了很多这样的题材 当年您是考上了中央公益美院 但是没去 很多人都不理解我 你那么好的上大学的机会为什么不去 我后来很庆幸 没有到美术学院给我分哪一个系 没有框柱 就是一个自学的画家 然后北京会给您提供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所以我在选择的时候 完全靠自己的一种判断力 Working at the Beijing Fine Art Academy as a professional painter Wang tried exploring a variety of themes he was interested in and years later he was titled a first-class artist on a national level At the age of 50 Wang was appointed the dean of the academy 这个地方真好看 这是您后来接手这个花园之后改造的吗 对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面积很小 把它变成一个这个花园式的一个中厅 进来以后让人感觉到自然的情景 这里面住了很多荣树啊 还有一些东旅啊 还有一些鸟生啊 另外一个我们又立了 齐白石这个老爷子的相 因为齐白石是我们第一任的名誉院长 对 而且他也是全世界在中国的艺术家里面 也一个世界富豪 In the position of the academy's decision maker Wang Ming Ming has been working on the inheritance and promo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我那个时候主持了近上百场的艺术的研究活动 做展览 梳理了很多艺术大家的艺术成就 总结了二十世纪 它是中国化发展的这个途径 很多老花家都去世了 可是没有人梳理 也没有人再提起它 那我们通过系列的研究 把他们的艺术成就 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里面 中国化是有边界的 很多人说 哎呀 中国化有很多种表现不出来 它表现不出来就是它的边界 任何艺术它不是万能的 任何艺术都有它的短处 这个短处也体现出它的长处 我们经过了这几千年的文化的这种传承 没有丢掉 我们一定要跟世界的艺术有所区别 李琼琼CGTN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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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琼琼CGTN 北京